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在普通人眼中 這裡只是儲存食水的水塘 但在他們心目中,這裡是故鄉 但我們也在鄉下 我們穿在水塘的底下 我們清楚萬元灣水塘 一草一木都知道 在我腦袋裡 走的時候看房子 我真的忘記了 慢慢走… 看著房子一直退後 深埋在水底五十年 一梁一柱,一竹一木 封印了上一代村民的香壽 好像童年冰封在那裡 小時候、往式的生活 就冰封在那裡 陸上的話可能已經拆掉了 反而在湖上 可能還會保留到一尊半啞 逆地搬村 祖墳、祠坊、寺廟 全都要遷移 此水流年 唯一不變的 是村民對舊家園的懷緬 以前我們的村子就在下面 是,這裡是我們的 這是戶香 萬宜灣村前村長李國華華哥 每年春秋二祭 都會率領萬宜灣村的李姓後人 上山祭祖 從山上看下去 他們以前住的村落被淹沒在水底 改變了,做了食水 以前是海灘,是海 有些感觸 早在六十年代 香港淡水資源短缺 情況最嚴重的時候 四天才供水一次 每次四小時 為了解決香港食水問題 政府在1971年 動工興建萬宜水庫 位於西貢的萬宜灣村 和沙咀村避水淹沒 成為水底村 雖然舊家園避水淹沒 接近五十年 但是華哥還記得 以前這條村住了三百人 主要是姓李、姓周、姓曼 和姓陳的村民 向下的生活寧靜和平 我們也有漢牛,葛和那些 也很開心 住慣了這裡 沒有水吃不行 改變也沒辦法 上河,下河 還有一個小豬籃 雖然闊別條村這麼多年 但是華哥和他的同村兄弟 明哥和周伯 仍然對萬宜灣村念念不忘 他們嘗試憑著記憶 和幾張舊照片 在白紙上還原萬宜灣村的佈局 淡色就是我們的廚堂 理事中廚 另外一個師廚 就是我們的… 家廚 房仁的家廚 對,一個家廚 這裡下面就是一間… 學校 學校 其實世界各地 都有不少建築物長埋水底 好像浙江省在1959年 因為興建新安江水庫 已沒了有過千年歷史的純安古城 亦都形成了千島湖的獨特景觀 香港水下考古總會主席胡明川 曾經和內地的潛水朋友 一起在當地潛水 意外發現了屬於 淳安古城的珍貴古橋 同時也勾起了 他對水底村落的興趣 他說想不到香港都有水底村 是很有意義 我想很多香港人和西貢的人 都不知道有條水底古村 在這個萬宜水庫下面 原來我們香港也有水下古村 不僅是千島湖 或者其他國家有水底古城 很宏偉的這個龍脈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上去 這是龍脈 龍脈 從這裡下 去到大枕蓋那裡 村民對舊家園的思念 令胡明川很感動 在獲得水務處批准之後 胡明川決定潛入萬宜水庫 義務進行水下錄影 書解村民多年的鄉壽 有位村民說想找回祠堂 其中一位村民說 我昨晚做夢 還夢見以前的學校 我盡力希望跟他拍到學校 這個會盡我全力 對著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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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潛水前要做足準備 82歲的周伯自動請櫻 帶胡明川來到水塘旁邊 考察地營 周伯說自己經常到萬宜水庫 附近的郊野公園行山 感覺好像走近一點 就會跟舊家園近一點 三、四個月進來欣賞一下 開心一下就欣賞一下 一故鄉 明天老了走不行 看不見 萬宜水庫水深廣闊 有差不多35個圍園那麼大 除了準確定位 萬宜灣村的舊子有難度 原來找合適的地方下水也不容易 你看見這些路都非常崎嶇 而且萬宜是在那棵樹 從水裡凸出來的位置 我們要搬到東西 走到那裡下水 所以這裡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 左看右看 對照村民之前手畫的 萬宜灣村地圖 他們終於決定在這裡下水 有些山、營、石頭 他們認得這裡對下就是我們的村 那裡就是池塘 對我們的潛水有很大幫助 這條路線比較理想 沒有那麼多岩石在這裡 可能會弄穿橡皮艇 找到的機會很大 可以懷便一下 希望成功 希望… 好,成功 香港總共有十個水塘 為市民穩定提供清潔的食用水 但原來當初為了興建水塘 例如萬宜水庫、船灣淡水湖 大潭篤水塘、城門水塘等 至少七個水塘 當地有部分穿落 被迫淹沒在水底 隨著時間推移 這些歷史印記慢慢淡出 曾經有一條村 這條村就淹沒了 以前原來有人在這裡生活過 其實他們也犧牲了 我覺得很值得為他們留一些紀錄 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 客座教授潘辛華說 大潭篤村是香港第一條 因為興建水塘而被淹沒的村落 村落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但是就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在雲獻記載到 1841年其實已經有人在這裡住 直到他們搬村的時候 應該是1914年的時候 都是二十間屋裡 有七十多人 他們是客家人 他們其實都生活得很艱苦 他們沒有龍 種米 潘辛華找不到任何有關大潭篤村的照片 只是找到一幅接近一百七十年前的畫 為了發掘這條村的歷史 潘辛華2014年和2018年先後 和潛水員合作 希望他們潛到大潭篤水塘的水底 探索這條失落古村的遺跡 找到一些基建的遺跡 比如有戶土牆 有些石柱 還有一個應該是一個橋 一條椅子裡的一塊木頭 找到這些遺跡 其實可以間接地證明 這個大潭篤村的存在 在這個位置 應該可以看到大潭篤水塘下面的大潭篤村 不過現在被水淹沒了 潘辛華現在不時都會去大潭篤水塘附近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古村的線索 他說當初自己被水塘裡幾個井吸引 原來這幾口井 是為了興建水塘的水壩 做地質勘探而建造 井的附近就是大潭篤村為止所在 因為這條村已經淹沒了超過一百年 那些村民最初搬到柴灣 然後跟著再搬到沙基灣那邊 找回他們的 這群村民當然不可能 但是他們的後代 我們都是嘗試去找他們 最大的群族是聖宗 但是我們經過這麼多年 都沒有什麼頭緒 為了香港人人有水喝 因為這樣 不少村民失去了老家 喝水師緣 這段歷史很值得我們銘記 以前興建水塘當然是有一支紀錄 但是似乎很少講到人物的參與 因為興建水塘 以至他們可能要搬村 真的要離開他們的家園 要去到另一個地方 來開始生活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 記錄這些歷史 當我們看到這麼漂亮的水塘 這麼清潔的水 飲用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起原來 有很多人付出過 很多人參與過 那裡有 256年了 1966年 但是還沒有哪裡劇 应该可能有个戏剧 65岁的勤哥 是大埔区冲背村村长 他和两位好朋友大教村村长生哥 和小教村村长明哥 自小就在船湾两岸居住 后来因为要兴建水塘 他们三个人的旧家园 都和西贡的曼仪湾村一样 被逼长埋水底 好像叫李文虎 李文虎那些人很喜欢游泳 有一天来到我们的码头 游到水中央那里 觉得很漂亮 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山围住的 就像一个湖一样 如果将这个地方 如果是淡水的 就够香港人用了 为了安置受兴建船湾淡水湖影响的村民 政府将世代在这里居住的 大埔陆乡村民 迁移到大埔区陆乡新村 船湾淡水湖在1968年建成 是全球第一个在海中兴建的水塘 储水量2亿3千万立方米 现在只会在水塘进入枯水期的时候 才可以见到少少被水淹没的村落遗迹 可能这些是古种 是 茶壶 以前針茶的那些壶有水 我们的窗村应该是鱼龙混合的 村民的全辈 通常都会通过这个水渡 男性多数都是出海 拿雨 女性就在家里耕田 我们村当时很美 尤其是那年 那年每个铁徽村 每个叔伯兄弟一起烧炮掌 找不到以前我们童年生活 只要靠我们的回忆 现在要收拾这些 继船湾淡水湖之后 政府在1971年又兴建万宜水库 也将西贡万宜湾村 和沙咀村的村民 迁移到西贡市中心 旧家园同样长卖水底 西贡万宜湾村的李国华、华哥 经常会去大埔的 鹿香香公所探讨一下老友 这个格局都差不多 华哥、明哥和生哥 是同中兄弟 所以很合谈 他说大家都因为兴建水塘 被迫搬来家乡 很明白彼此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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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看见 我拍给你们看 师傅 多拍一些 知道 知道 得到水务署的批准之后 村民和潜水员连日四出陷探地形 最后鎖定在这个位置下水 当日的气温只有17度 一群曼仪湾村的老村民 和几位潜水员 早就来到曼仪水库整装待发 最大的困难就是寒冷 因为体温流失得多的话 都会造成有一定的身体风险 希望可以不用太深就找到叔叔的根 我问了周屋的伯伯 他说竹林有个石砌的围墙 下面再落就是周屋有一排屋 现在起码知道的位置 我们会和Eddie先去周屋 潜水员胡明川和拍档Eddie 都知道村民对他们寄予厚望 希望重建水下家园 所以也不敢松懈 想看能否找到我乡下的祖屋 让我去看看 还有我们祖先祖堂的地方 希望潜水员帮我找出早的学校 背着沉重的器材 背负着村民恩切的期望 潜水员向水底进发 不过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 我在三十多米 即是我的呼吸器 突然喝下去淡淡水 幸好我有两支瓶 拿着另一支瓶来呼吸 还有摄录机也有些出了问题 潜了45分钟 深入34米深的水底 被淹埋接近五十年的曼仪湾村 逐渐重现眼前 旧家园 难逃岁月和流水沙石的侵蚀 虽然有淹泥覆盖 但仍然可以见到老竹林、石柱和维坡 印证过去热闹的乡村生活年貌 阔别旧家园将近五十年 原本在岸边等候的老村民 最后在潜水员的邀请下 决定坐橡皮艇重游故地 近乡情怯 他们也期望旧家园别来无恙 这个也在那里村里 这里是田园 这个位置差不多了 对了,差不多了 否则你们这些潜水人员 带我们来 我们就没什么机会来 身历其境的地方 好像亲身到了自己的乡口 不过水面不像 感觉就在自己的乡口 沧海双田 曼仪水库平静的水面 完全察觉不到有村落的遗迹 村民唯有寄望在水底会有所发现 有没有看到东西吗?师傅 大约在三十米深左右 摸到一些很大块 一块很横,很横,很横,很横的石 他说有一间石屋很平均的 我们以为就是一间柴房之类的东西 在这一间石屋里面 在这一间石屋里面 就觉得是我们李氏家驰的一间厨堂 但经过50年,已经被水浸了 已经活了这么久 还有些痕迹 也算是另外的味道 看到那些老村民八十多岁 站在岸边等我 看到他们的眼神 很开心地欢迎我回来 其实令我很感动 在我人生里面 我觉得做这么多水下考古 这次是最有意义的 竹林 曼仪湾村的乡亲父老 一直都很期待重建家乡 他们也来到乡公所 欣赏潜水员拍下的水底片段 连小朋友都觉得很好奇 因为我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一条村子都被人浸 看到新一代仍然深屁旧家园 华哥和明哥都很欣慰 虽然整条村子 大部分都被淹泥沾埋 村民只是隐约认到池塘和珠欄 但是明哥也希望 这些水下光影 可以永存子孙的脑海之中 你说过听,跟我自己深深地看到 你说过听 就是一个形象 我看到一个实象 希望他温兴到我们的子孙 记得在那里村 他看到明白就有印象了 不明白我就再解释 这个样子 乐业归根 老村民时刻缅怀的旧家园 被迫永远长埋水底 喝水施缘 他们也希望下一代 明基滴水之恩 很多人不知道 政府做这么大的水塘 浸了这么多屋在下面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不明白年轻的那些 老的那些有些就走了 给全香港人看看 水底的故乡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